大家好,我是高伟光 听一声家乡话,片一道家乡味 心中的那座城与那群人,似乎更清晰可见 门前乌苏里,乌后神女峰,鱼歌唱坝宋晚霞 这里是我的家乡,鸡西蜜山 坐落在祖国东北边陲的黑土地上 镇守着中国与俄罗斯的国门口岸 坐拥着数块湿地自然保护区 蕴含着亚洲储量最大的石墨资源 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地 鸡西对知名度不高 默默无闻,却也是如此的赫赫有名 没有大城市那般的车水马龙,人声鼎沸 却也有着属于他自己的那份草长英妃和江湖业语 乌苏里江位于中国版图的右上角 是中俄两国的戒合,描绘出了机关的形状 漫天霞光泛着微红,迎着日出伴着鸟鸣 半一夜小粥于乌苏里江上 一江避水间,看群山飞红 湾层临近染 这是每个渔民早起就触手可及的风光 密山 一个位于姬西市境内的县级市 城满姬西人浪漫的星凯湖就在这里 柔软细腻的沙滩被星凯湖雪白的浪花拍出金色的光辉 正如他的古名,北秦海 即便身处内陆,星凯湖也能给人以大海般的浪漫 总让人感慨,好像上天对这个小城格外的眷顾 江是乌苏里江,湖是星凯湖 一江一湖构成了姬西最著名的招牌景色 每年春天的开江捕鱼 是每个姬西人奋爱关注的大事 尚未解冻的冰窟窿里突然跃出一尾肥朔白鱼 是这个城市最鲜活的暴春使者 也是每个姬西人新的一年奋斗开始的象征 灶火燃起,香气弥漫 一碗大道阔斧的姬西冷面 再配上一叠快意恩仇的姬西辣菜 便足以在人们的味蕾间绽放烟花 刀削面虽然来自山西 到了这里便裹满了红油辣汤 让人在直呼过瘾的同时 总是忍不住再来几口 辣了嘴巴,热了心肠 而在全国各地都占有一席之味的平民小吃 烤冷面 花园地也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小城市 两张面片,烫个鸡蛋 刷上独家酱料 最后再撒上葱花香菜 再平凡的食材 经过一双巧手和细密的心思 也能让每个鸡肠碌碌的瞬间品尝到幸福的滋味 在姬西 口舌上的江湖 竟也品出几分刀光剑影 笑傲风月 人间烟火味 最服烦人心 让人大快朵頤的同时又心患感念 余味无穷 江是乌苏里江 湖是兴凯湖 无数的江湖儿女 在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上 创造打拼着姬西的江湖故事 一代又一代的姬西人 一手托起讲不完的历史 一臂请起光明希望的未来 一步一个脚印地 继续行走在姬西的江湖上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磁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